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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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共产党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 此时的陈寅雀一家正被拮据的经济状况困扰 他曾让夫人唐云变卖书籍维持家用 在如此紧张糟糕的气氛中 他仿佛已隐隐欲感到自己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 普江金先生在清华园日记当中留下非常真实记录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1948年12月12号 就是陈先生携带家人离开清华园的前一天 在跟普江金的谈话当中谈到了 他并不怕共产主义 他特别怕的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 这一点在陈先生的另外一对学生 就是后来在武汉大学工作的石权和李涵女士 石权先生 李涵女士都是陈先生学生 他俩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了 说陈先生回忆的话 在国外留学时唯独没有去过苏联 但在欧洲见过很多苏俄时代的一些警察 类似这样一些人员感觉非常的可怕 1948年12月 战火逼近北平 13日大约10点到11点钟时 隆隆泡声永远而近 越来越清晰 刘秋起车回家 见母亲 美颜正忙着收拾几件 随身唤醒内衣 以及父亲的文稿相当 父母告知 听说副座与军队 要在清华住房 这里难免有炮火 父亲是盲人 不向正常人行动临变 我们得赶快进城 到大伯母家躲避 此时的国共争夺战 在军事政治战场中胜负 集成定局 12月7日 一路退到成都的国民政府宣布 前往台北 蒋介石除了抢运走真金白银之外 还列出了一份抢救学人计划名单 开始了对未来的抢夺 在这份名单上排名第一的是胡适 后面的名字便是陈寅确 也可以想象陈先生 在国民政府的心目当中 在整个的学术界心目当中 来自的整个的国内的学术界心目当中 地位何其崇高 第二天 胡适伯父请邓广明先生寻找我们 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 来接胡适等 交通部长于大为 带口信要陈寅确一家 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 父母与新无辜 大为辜负 向来关系至为亲密 相知赌深 听闻邓先生此话 稍作考虑 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 愿与胡先生通机非礼 这天夜里 父亲与邓天帖 邓广明两位伯父 彻夜长谈 几乎没有睡觉 陈先生作为从旧时代过来的人 往往都是旧式大家族出生的世家子弟 他跟这个执政多年的当时的宪政权 我们的政府的话都有是千丝万语的联系 所以这样一些背景结合在一起 可能导致陈先生等这样一批从旧时代过来的文化人 在情感上 无论是习惯也好 甚至是眷恋也好 他可能都会对这样一个政权的轰然倒塌 他有一定的程度的难以理解 难以接受 他不一定有很明确的 我要跟着谁走 可能他从自身的一个顺着潮流走 每个普通的生命他顺着潮流走 他恰恰到了那两年 他可能觉得随着这股潮流走 60岁的陈先生眼睛已经瞎了 家中夫人的身体状况又不好 三个女儿也正在读书求学 可以讲陈先生是一个衰老之躯 就变成一个家的一个顶梁柱 而当时处于战乱的时期 其实是每家人都过的日子非常艰难 我觉得这一点 对陈先生要不要再一次漂泊 影响也是很大的 风云变幻的动荡时局 一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巨步 在一九四九年的命运抉择 来自生命个体的欢乐与愁苦 憧憬与彷徨 他究竟将何去何从 陈寅雀和他的一九四季 1948年12月15日 一架小型飞机从北平南运机场起飞南下 这架飞机接走了当时最富盛名的北大校长胡适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飞机的乘客中还包括举国闻名的大先生陈寅雀和他的家人 15日上午 胡伯父伯母与我们再往南运机场 上了一架机舱两侧 各有一排座位的飞机 我们的行李很少 仅有仓促离开清华时 待的那一点点 那么通过1948年12月12号 也就是他们动身之前对普先生他没有谈及日后的去向 这一天星期天 两个女儿也不知道第二天即将离开清华园 这两个细节就可以推断 陈先生一家 从撤离清华园到最后定居广州 整个的安排应该讲是边走边看 边看边走 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非常明晰的目标地的预设的 1948年底的南京 已从充斥着国军得意的气氛转为凄凉 双目失明的陈寅雀 随胡适登上国民政府的迷途客机抵达这里 对于未来他心中欺然惶惑不已 清政权到底怎么样 执政理念是否跟他的学术追求相吻合 能否容忍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话 一切是未知数 所以其实在当时大悲影之下的话 持陈先生这种心态跟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 还是在所不少的 三天后的南京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大会 胡适哽咽着在致辞中说 我绝对没有想到今天会在这里与诸位见面 我是一个气质的逃兵 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 一时间感慨涌起 这场知识分子的大聚会沉浸在让人潸然泪下的悲情中 在场学人无不掩面而泣 没有人留意陈寅雀已匆匆离去 我们在南京住了一夜 此日搭乘金户野车 于第二天早上抵达上海 在胡适和傅思念看来 既已离开北平 陈寅雀也只能跟随国民政府去往台湾 但无论是走是流 个人命运都将由此大不相同 于是陈寅雀带着迟疑离开南京 与一家人赶往上海 开始了对于选择的漫长思考 48年到1949年 无论从虚数计算 还是从实际的年龄计算 陈寅雀佛已经进入60岁了 恰恰这个时候 他大概是55岁左右 他的眼睛就因为 那个视网络的脱落 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全盲了 全盲了 这个眼睛瞎了之后 正常人是很难理解的 很难理解 而且对于一个心头那么高 很有志气在学术上 在中国的现代学术上 要创一份工业的一个人来讲 那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也可以讲 陈先生晚年有很多日暮失山之感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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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您个问题 您知道陈寅雀是谁吗 大概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物 他就是近在中国的一个名人吧 您知道陈寅雀是谁吗 陈寅雀不知道哪多 你知道陈寅雀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陈寅雀是谁吗 陈寅雀早就过世了 您是中大的老师吗 知道 您对陈先生有什么了解吗 哦 我不了解他 他那边那前面一栋楼 那个旁边有过他的首相 其他的我不知道 今天的中山大学南校区 在六十多年前是岭南大学所在地 在这座红砖房里 陈寅雀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 红砖房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 这是陈寅雀到达岭南后 当时中共中南局首长陶铸 亲自主妇为他修监的 供陈寅雀和家人在工作之余散步 以免失明的他迷失方向 1949年1月 陈寅雀终于选择南下广州 这似乎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没有人知道 他在上海这不长不短的一个月中 究竟做了哪些犹豫和思考 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 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制聘 随南下广州 1949年1月19日 先暂博珠江口虎门附近 海中错落点缀着苍翠小岛 成群白色海鸥低飞鸣叫 开阔的江口与大海融为一体 县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馆中珍藏着陈寅雀先生生前所用的珍贵书籍 这个美丽的校图 这个美丽的校图在后来的那些风浪中曾一度给予他温暖与包容 使他远离政治的困扰 胡守为原中山大学副校长历史系教授 是陈寅雀先生出到岭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 后担任陈寅雀先生的助手 据胡守为回忆 陈寅雀先生在中大上课的教室就在东南区一号二楼的陈家阳台上 他家的阳台很大 采光很好 他让人在阳台摆放两排座椅 自己坐在小黑板下的躺椅上讲课 他的课没有考勤没有考试 全靠同学们上课的自觉性 常来这个特别课堂听课的还有许多教授 1950年胡守为选修了陈寅雀先生的唐代岳父一课 学生仅有他一人 他的课是非常投入的 他一直讲 讲的时候他那个助手坐在旁边 讲到有些比较特殊的名词 陈寅雀先生那个助手呢 就去写黑板 就怕这个学生不懂 有时候呢 陈寅雀先生讲了 助手没有写 他自己站起来来写 因为他看不见 他只是在写 所以有修了 就重叠了 他都不知道 他呢 每次上课 都穿整齐 夏天呢 他甚至穿个纱布 长袍 下来上口 我只有一个学生 他都是这样认真的 如今胡守维独自住在位于中山大学的寓所中 作为陈寅雀先生的学生 恩师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的风骨 令他震撼至今 现在他仍然保存着陈先生教课时的讲义 用来怀念 大学的时候呢 他讲过两季南北敲诗 他两季南北敲诗 发讲义给我们 这是陈先生发给您的讲义 发给的讲义 这是哪一年的 这个是五零年了 大概是五零年的时候 五零年的时候的讲义 那 他那个讲义 全部是史料 但是呢 他所引用的史料 都是要围绕一个中心 要证明他所讲的内容 看他这个讲义 就可以免得去 再去查书了 陈明确的到来 史实任岭南大学校长的陈旭金 一手抓教授的计划 达到了高潮 1948年 1948年 原南开大学教育家陈旭金 接手陈南大学 受命扭转这所老牌教会大学 死气沉沉的学术气氛 他早早看中了这位通晓古今的学界大师 并对他发出邀请 陈旭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育家 他知道办好一个学校 最重要的是要好的教师 所以因为他在南开大学教过书 西南联大 他也曾经在西南联大教过书 他都比较认识很多 学校里面的那个教师 那么他凭着这种关系 就请了很多比较有名的教师 来陈南大学教授 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了 林大虽然是教会大学 但是他所倡导的一种自由探讨 研究学术的包容性 开放性 跟陈先生一生追求的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理念上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留住陈吟雀 陈旭金为他提供了多方面的照顾 他为陈吟雀开出比很多教授高出两三倍的工资 提供药品和保姆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这让双目失明对现实政治深感隔阂的陈吟雀感受到理解和温暖 使得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在南国学界得以传承和发扬 与此同时 两岸各方也并没有停止对陈吟雀的挽留 傅思年曾多次来电 希望陈吟雀赴台主持十余所工作 清华大学也多次邀请陈先生北上任教 一时间 陈吟雀对于抉择的犹豫不决 在来到领大的最初几年开始反复 我们可能以往比较多的给陈先生贴上一个到底是爱国还是不爱国 到底是爱国民党还是爱共产党 爱旧政权还是爱新政权 这样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的标签 这样就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简单化处理 陈先生再伟大他也是一个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 陈先生尽管三十七岁左眼失明 四十五岁右眼失明 他是带着病体之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 也正是这样一个抱着病残之躯的人 他是这个家庭 买至在他父亲没有去世之前的整个大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来源 也就是陈先生他在他的选择去留的问题上 他应该是全方位的 深思熟虑的 风云变换的动荡时局 一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巨部在1949年的命运抉择 来自生命个体的欢乐与愁 有苦 憧憬与彷徨 他究竟将何去何从 陈寅确和他的1949 张求慧陈寅确的家族史艺术作者 多年来致力于对陈氏家族的研究 关于陈寅确先生的去留问题 大陆及两岸学者向来拒送纷纭 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公开 被掩埋的有关陈寅确选择的思考 也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这些文章都是谈同一个话题 陈先生49年到底有没有曾经有过念头 准备去台湾的 这个作者叫郭长成先生 根据他自我介绍的话 他曾经在台湾中研院十余所工作过 当时的所长是 当时的十余所第一组的组长 是陈寅确先生的后任 陈寅确先生 那么郭先生后来讲 他在一个巧合当中 就接触到了一批 他后来认定是陈先生或者其家人 1948年 托寄到寄到台湾的一批私人文物 这批文物呢 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做了一个详细罗列 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家庭和个人的文物 比如陈先生的护照 比如陈先生的一些重要文章跟著作的底稿 啊 比如说这个陈先生这个和家人的一些合照 啊 还比如说这个陈先生用的一些私人物品 包括暗眠药啊 眼镜盒呀 包括女儿的一些什么教学工学 学习工具书啊 和练习本啊等等的 那么郭先生作为有缘人 可以说是陈先生所在的十余所的历史第一组的一个后来的同事 尽管他没有见过陈先生 所以他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 那么他作为一个后世的有缘人的话呢 他自己说在85年86年两年期间啊 两年两次的话呢 见过这批文物 贞得这批文物的这个收藏者的同意 他引印了部分的文献 对其他一些文物的话呢 做些登记 所以这篇文章就是根据这批文物 整理阿诚的 这是2008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军宝书信集 内容的第41页是陈云雀写给香港大学马健和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军宝的一封信 信件似由旁人超路 但口吻情词则与陈先生相符 内容则看似于申请办理入境证有关 那么这封信里面的话呢 主要是委托曾经在香港大学贡国室的马健先生跟陈军宝先生一件事情 听说5月15号 香港当局有一个最后急证日期 停止在办理新的入境证的这个办理业务 所以陈先生特别着急 所以这份证的落款时间是5月10号 离陈先生在广州听到的最后急证日期 只有短短的不到一周 所以情急之下呢 他就说现在广州局势不大名啊 我不知道为了会怎么样 但是万一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可能会带家人到香港一臂 除了书信之外 张求慧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 获得了一份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 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电报底稿 内容四中研院申请办理陈寅雀一家入台通行证 这件重要文物的发现 使大众对陈寅雀先生是否有意赴台的猜测和说法 增添了一丝迷雾 除了向香港谋取争取之外的话呢 陈先生及其家人 还通过朱家华 向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同时兼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思年 发出求援 傅思年答复说 如果陈先生确有此意 他愿意以十余所名义 向台湾省警务处 寻求帮助 帮助陈先生一家四口 办理入台的陆金镇 但对此证据的出现 不同研究人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陆建东陈寅雀的最后二十年艺术作者 2013年此书的第二次修订出版 再次掀起了大众对人文精神学人风骨研究追寻的热潮 对于陈寅雀一家在1949年有意赴台赴港的说法 陆建东则持另一种看法 我觉得利用历史材料 利用历史档案 还有一个怎么样分别跟研判的一个问题 因为不是所有的档案材料 历史文献都能够反映最真实的一个情况 事实上有很多时候也出现过文献的记载 其实是没有发生过的一个事情 50岁以后的陈先生他基本上是进入要保护的状态 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陈旭军 陈旭军是他最大的保护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在生活上 在照顾上 共产党也是陈先生最大的保护人 如果想想陈先生出于这种受保护的状态的人生 他去了香港 谁是他的保护人呢 虽然做足了准备 在香港研究院数学所所长江丽夫 于1949年7月写信给陈旭军校长 表达了希望从台湾回归大陆的想法 陈旭军立刻邀请江丽夫来领大指教 江丽夫自台回大陆 对一个人有着重大的影响 这便是陈尹雀 1949年7月份 江丽夫先生现身说法 谈到自己在台湾半年之久之后 又回到了陈旭军大学 这其中也不排除两个因素的考量 第一个经济因素 第二个研究条件 所以如果说我们从陈先生所承担的 这个家庭的经济的负担来讲 这应该也是陈先生 在这个人生重大转折点当中 反复考量不断的犹豫不决的 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陈先生在后来作品当中也谈到了 他不相信国共两党可以化僵而至 也不相信 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能够孤守台湾 所以江丽夫先生等于说是替陈先生 在台湾考察过了台湾的生活条件 研究条件 这一点也应该是影响陈先生 最终没有去台湾的原因之一 从那之后 陈寅确决心留在广州 后顾薄金做个历史文化长河中 孤独的探索者 有连于政治之外的他 似乎很享受这份宁静 在后来的日子中 他依然保持自我 超然独立 传道解惑 接受些虚执的同时 潜心撰写文明仪式的柳卢识别传 似乎再无离开之年 平行而论 这个根本性变化 缺乏一种自由的探究 学术的包容的社会环境 因此 陈寅先生晚年 放弃了他最擅长和最喜爱的 中古史研究 而将生命的最后的一个 这个学术研究时期的话呢 留下了一部八十多万字的 柳卢识别传 等于通过明清交替之计的新王史 来做自己的一个最终 学术研究的一个最后产品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发出惋惜 因为陈先生一生的志愿 是写一个陈英雀版的中国通史 就此来说陈先生最后留在大陆 如果我们把这两者之间 画一个简单的等号的话呢 那可能的确是一种损失 所以我个人感觉陈彦做人做事呢 还是很有分寸的 很有底线的 比如愿意接受一些学术机构的 虚弦的一些安排 最高是做到了文史馆的 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 压根都没去北京的 他连遥控都没有兴趣的 只是你愿意列个名的 这种人情世故 我们讲场面上的活呢 他愿意去合作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 他在后来的一些历次的政治运动当中 只有在跟吴秘这样的终身至有的密谈当中 他才谈到了 我自己的话呢定了几条基本原则 比如说不会像外国人 不脏皮人物啊 然后呢 这个不接受采访等等的 但其实陈先生也是在什么 万分凶险的外在环境条件 自我保护的那种做法 风云变换的动当时局 一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巨部 在一九四九年的命运抉择 来自生命个体的欢乐与愁苦 冲紧与彷徨 他究竟将何去何从 陈寅雀和他的一九四九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的一天 陈家出现了一位阔别许久的熟客 陈寅雀曾经十分看好的学生 时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的汪坚 他受到北京方面的委派 前来邀请陈寅雀北上到中国科学院 担任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 交谈中 汪坚盛气凌人的态度和观点 令陈寅雀大失所望 他说 我要带的徒弟 都要有自由思想 独立精神 不是这样 即不是我的学生 他自打给王国威先生的纪念碑名上 提出了独立制精神 自由制思想之后 这十个字几乎成的陈先生 标比于世的一种金字招牌 我们把这样一个非常决绝的 非常坚定的一种理想信念 跟他这样一种外在条件 自身的身体条件 都谈不上刚见的人物结构在一起 你发现落差特别大 所以我感觉这十个字的话 我们经常被人引以引用 但可能我们在理解当中 还是要区分对待 就是我们刚刚谈过的 陈寅生是把他当作一种学术追求 学术信念的 所以即便是在1953年12月份 他拒绝了汪坚的邀请 拒绝北京的邀请 回到中国科学院 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那封 著名的公开信当中 那封答复信当中 他也再次把这个十个字提出来了 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文化本类论 一切外来思想学说 没有在本土扎根生涯 发芽扎根 那这种引进跟借鉴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是我们觉得 陈先生的民族自豪感也好 他的民族使命感也好 他的历史感也好 现实感也好 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 所以他谈了这个话题 一切都是小事 为此是大事 一切都好商量 这点不能商量 1949年10月14日 广州解放 十多年后 陈寅确曾说 殖民地的生活 是我平生所鄙视的 所以我也不去香港 其后的五年里 他写出惊天动地的 给科学院的答复 将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再度提及 先后拒绝了清华大学 以及中国科学院 发出的北上邀请 曾自嘲 无端来做岭南人的 孤寄者陈寅确 终其一生 再没有 离开广州 日子